谢娜冒着被前往痛骂的风险 也要为肖战照亮一颗光亮 2020年肖战受阿尔基事件影响 被前往抵制孤立无援所涉及的作品和代言 纷纷被恶意打分和下架 无从导演更是害怕自己的节目受影响 直接一剪没肖战的镜头 可以说到达了谁要说肖战一句好就会被痛骂 甚至有人会打单位举报说 喜欢肖战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 要求单位开除这个人 就在这时颇有影响力的谢娜站了出来 公然在自己的大热快本综艺提起肖战的名字 节目中谢娜在剧精一作文自我介绍后 主动提及了他们一起合作的春晚小品节目 直言合作对象还有肖战 而何种害怕谢娜引火烧身急忙接花就场 就是谢娜这种剑机声援肖战的举动 感动了众多小飞侠 小飞侠们受到谢娜本可以不提 却还是提了也给了小飞侠更多的力量 但这并不是什么单方面付出 而是双向奔赴 肖战在227事件前与谢娜合作春晚小品时 谢娜因为第一次上春晚无时无刻处于紧张状态 但只要肖战看到了谢娜焦虑 就会立马去帮助谢娜去缓解她的情绪 谢娜就会慢慢平复心情开心一笑 有时候娜姐焦虑的时候 肖战就会去帮助娜姐 而她的体贴也并非对谢娜一人 一向对人独辣的张大大也都对肖战赞不绝口 2021年张大大做客一档音乐访谈节目 主持人提问张大大有如此多的歌手朋友 那么对哪个朋友第一次见面依旧印象深刻 张大大直言是肖战 原来在肖战刚刚与组合形式出道时 就参加了张大大主持的一档节目 组合里有的人属于表现型抢劲的 但肖战不一样 他愿意站在嘴边上给别人递话筒 不宣兵夺主但有惩罚时 他却愿意当第一个人 甚至到后来让大家谈及对他的印象时 也只有肖战是真诚的 再比如他不会像其他艺人那样大牌 让助理跪下帮忙穿鞋 相反他每次只要与助理同行 伞永远是朝向助理 更会多次用手挡着电梯门等待助理进入 由此可见无论是走红前还是走红后 肖战始终没有忘记初心 永远为他人着想 这样的小太阳 现在怎么会远行让他的光亮消失呢 对此屏幕前的你们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参与讨论 对此屏幕前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